我是王永昌老師 今天要和你們介紹列賓美術學院 是俄羅斯藝術大師的潮南文 我們以前解放後 1949年後 很多畫家都去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進修 學習回來後就教學生 所以很多大陸的書籍都有介紹列賓美術學院 列賓美術學院成為了中國很多畫家學習的對象 所以很多畫書都有 我們學素描的朋友都會知道列賓美術學院的素描 這次我是介紹一下 因為裏面還有很多好大陸的地方 我們都沒有了解 俄羅斯藝術學院在哪裡呢 在這個地方叫做彼得堡聶雅河 那個地方 就是彼得堡以前沙皇時期是首都 搬到莫斯坊 所以那個城市好像上海一樣大 比特寶是現代化的莫斯坊 所以那個河是一個城市的主要河流 很漂亮的 比特寶藝術學院在他的旁邊 這個是正門 這個很大我都跑不完 這個正門 進去之後 這個地方有藝術學院教學大臘 很大 為什麼叫做列賓美術學院呢 這個就是列賓 在列賓美術學院側邊有個公園 這裡有個雕塑 這個雕塑就是列賓 列賓比余維 是俄羅斯最有 第一個最出名的藝術家 排第一了 列寧很喜歡那個畫家 那麼 那個列賓 我們認為是共產黨的藝術家 才不是 他畫了很多是歌頌沙皇的畫 大陸的學者是未見過的 我親自見過 原來是讚沙皇的 這個畫家呢 講十月革命之後 俄羅斯艾術學院 就用他的名字去命名 叫列賓美術學院 這個畫家十月革命之後 他沒有回去 列寧請他回俄羅斯 教武畫畫 他住在維寶 維寶現在是俄羅斯領土 過去芬蘭的時候經過的 維寶當時是割讓給芬蘭 拿不回來 所以 列賓最終 十月革命之後 沒有回到俄羅斯本土 就住在維寶 現在的維寶 我們去芬蘭的時候經過這個城市 他已經屬於俄羅斯領土 這是列賓 這是排行第二的 蘇里科夫 蘇里科夫就是 跟列賓很出名的 名義差不多 就是畫歷史畫很出名 莫斯科也有一個叫蘇里科夫藝術學院 所以 他也是很出名 我們有機會會介紹蘇里科夫 我會 有一個專輯介紹列賓的畫和蘇里科夫的畫 的藝術廠 好 接著我們進去美術館 美術館 這是走廊 就是去博物館的走廊 這是大堂 美術館正門進去的大堂 這是入 美術館裡面的博物館的一個門口 這是很多羅馬時局的雕塑 這個地方進去就是教室 這裏有一個稍為不讓人進去的 裏面有一個叫做雕塑室 很多石膏像 那這個 我等著和你介紹 接著我攬了方法進去裏面 拍了很多精彩片段 這是會客室 即是會議廳 大的會議廳 俄羅斯評選 有很多作品評選 大多數在這個會議廳展開的 這是俄羅斯博物館的一些珍藏 等著我再介紹一下 這個 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的博物館 有很多名畫 我早點早點慢慢介紹 這個是十月革命之前 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藝術家 他們呢 在這個 裏斌美術學院 畫畫的時候 搞和的時候 拍到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這些藝術家很神器 穿著很漂亮的衣服 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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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什麼呢 證明他們在俄羅斯做藝術家 是有職業的 他們畢業之後 肯定找到工作 肯定可以找到工作 以及他們的地位 也挺高的 這個列賓美術學院 他有三個學系 雕塑 還有 繪畫 和建築 所以他們的 這是一個畫室 這是繪畫 有畫 所以他們的畫家 出到社會 肯定找到工作 以及社會地位也很高 這是俄羅斯的社會現象 因為他的文化的比重 是很注重的 這是畫家 人體寫生 這是他的教學生 雕塑 他的解法是很注重的 你看幾個石膏像解法的石像 那些解法學很重視 他們的解法學用哪些人去教 是軍衣去教 逐個骨頭 逐個骨頭去講 非常之嚴謹 這是十月革命前的圖片 有很多羅馬時期的雕塑 這個圖片 就是一些模特兒 整間大學請了很多模特兒 那些模特兒就是中心職業 中心職業 他們很年輕的時候做模特兒 一直做到老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見 C.D.遊玩 那些人好像熟口熟眠 原來是一兩個模特兒做 很多人去畫這個模特兒 這些是他們的文化名人 參觀他們的美術學院 這些是美術學院的學生 學生和老師在畫畫 這些是美術學院的師生在畫畫 這幅作品是十九世紀的作品 他畫得很精細 很細緻 他和現代俄羅斯的畫畫 有點不一樣 很精細 很少粗的筆觸 很精細 那麽我們去到俄羅斯 你可以去看他的博物館 博物館裏面有很多館床 那這個是 這個女王 俄羅斯女王 女王叫做 這個女王叫做 葉卡哲林娜 哲林娜 儀勒 那這個 這個葉卡哲林娜 就是 那 葉卡哲林娜 這個葉卡哲林娜 就製造那個藝術館 這個藝術館 這個藝術館 所以他 可能會 會頒獎 評選 開了一個大型派對 然後 他們畫了一張很精細的 這個油畫 這個油畫 大多數是 叫做 俄羅斯最出名的 政治人物 軍人 可想而知 他們 癌術館 每一次 開會 頒獎 畢業電賴 都有很多名人 在這裏 證明他們 這個 癌術館的 地位都 很高 這個是 十月革命之後的情況 這個雕塑 這個是 俄羅斯美術館 地下的大堂 後面有一個很大的雕塑 再後面的畫 是意大利的壁畫 十月革命之後 列寧 資助其中一個老師 其中一個教授 去意大利 去畫壁畫 和複製雕塑 複製雕塑 成為 藝術學院的參考資料 藝術家 活到大約 三十幾 四十歲 就死了 癌症癌症 寫了 這個故事 就是 國民館的人 給我介紹的 這個名畫 意大利的複製 俄羅斯的民族 有很驕傲的一面 也有很謙卑的一面 他將 意大利 羅馬時期的雕塑 古典雕塑 古典繪畫 和希臘古典繪畫 全部收集在一起 作為一個教學的藍本 即是教學的示範作品 這個後面有很多意大利的畫 這個下面所顯示的 就是現代的畢業生的作品 這個大堂 國民館大堂 是 是 經常有 這個 差不多每 每 什麼時候都有 展覽的 所以 我們去到 比特寶 可以參觀一下 這是 其中一層 一個地方 這個 就是聶賓美術學院的學生在畫畫 這個是畫室內走廊的素描 這個素描要畫到它的透視、比例、準確 以及要畫它的名額 有兩個同學在畫畫 我就將它拍照 這是聶賓美術學院的學生畫的 大約是 一年級、二年級的同學畫的素描 這個也是 這些素描他們畫很多的 要很精細、很深入去畫 但是否如理要準確 那些比例、結構非常準確 這些都是 都是一個 手腳 這個是注重解放原理 他畫了一個正常人的手 然後要將骨頭 用想像的方法畫出來 這個是一個人體的練習 人體的正面、反面 骨頭和肌肉 和骨頭和肌肉 分別畫出來 骨頭和肌肉 它是有些參考的 但是要想像它的骨頭是怎樣生長 那這個俄羅斯美術學院 列賓美術學院 它有雕塑鞋 有繪畫鞋 有繪畫鞋 和建築鞋 雕塑和繪畫 對於人體的比例 很注重 所以它畫的結構很準確 要求高 這是一個油畫系的朋友 這是同學畫的 這個學生就是 創作一張畫 創作一張油畫 這個油畫 它用的色調比較低層 叫做灰色碟 它用的色非常好 這是俄羅斯美術學院的學生 這是油畫作品 這是素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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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實際上是粉彩 它將粉彩都當成素描 是單色調的素描 它只可以用兩三種顏色 叫做素描 這是木炭圓筆 加木炭條 柳枝和碳精條 這是咖啡色的木炭素描 這是深一點咖啡色的木炭素描 這是黑色的木炭素描 這是黑色的木炭素描 多謝你們的輸員 好了 就...